遠景對控鳴槍並大聲呵斥 一旁支援警力立刻上前控制現場 可以看見好幾名男子 乖乖蹲在地上接受盤查 附近店家表示 當時看到數十人在KTP門口爆發糾紛 甚至還有人被砍傷 事發在新北市新莊 雙方在KTP消費後 在一樓的夾娃機店 因為互看不順眼 才會當街爆發全武行 其中還有人使用折疊刀攻擊 造成一名男子手指被劃傷 遠景獲報出動快打潛力道場 並使用防護型噴霧制止 但鬧事人數實在太多 遠景才會對空鳴槍控制現場 所有一共將近二十人 被帶回派物所偵辦 理清案情 因為一直衝動打群架 這下通通被逮 恐怕後悔也來不及了